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由大陸網友爆料的 有關武漢肺炎疫情的最新情況 位於北京南李氏路的北京建工發展大廈 發現新冠病毒疫情 整個大廈被關閉 網友2月24號爆料說 一名大廈內工作人員的妻子21號被確診 所有在大廈內辦公的單位都被通知 不要再去大廈了 但通知要求職工保密 別外傳消息 爆料網友說 整個大廈的人都乘一部電梯 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 目前還不知道 2月26號 微博帳號鳳凰網財經爆料說 一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武漢監獄刑滿釋放人員 22號由家屬開車 接回北京 26號 北京東城區新宜家園社區居委會 通過微信公眾號發布確診病例提示 披露了這個消息 網友紛紛質疑 刑滿釋放的確診病人怎麼能離開武漢 一路暢通回到北京 背後有什麼黑幕 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2月24號報導說 到23號 大陸至少有13名醫護人員感染武漢肺炎死亡 但中共只公佈了其中的11人 還有兩人的姓名及所屬單位仍然保密 估計這兩人可能是中共軍隊或武警的醫護 2月24號 有網友上傳兩張聊天記錄截圖 說山東錦寧任城監獄的確診人數是2400人 而不是官方說的200多人 圖片顯示 該監獄南北監蛇共有7000多人 獄警1400多人 南監蛇與北監蛇相隔60公里 預防發現疫情後 把感染者都拉到南監蛇隔離 結果5天後 南監蛇比北邊病人還多